那时候,耶稣向周围聚集的群众说,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,因为他要求奇迹。 可是除了约纳的奇迹以外,再没有奇迹给他们了。 约纳怎样成为尼尼为人的奇迹,人子照样成为这个世代的奇迹。 南方的女王在审判时,要和这世代的人一同起来,他要定他们的罪,因为他不愿千里而来,要听撒罗曼智慧的话。 看呢,这里有一位比撒罗曼更大的。 尼尼为人在审判时,要和这世代的人一同起来,他们要定这世代的罪。 因为尼尼为人听了约纳的宣讲,就悔改了。 看呢,这里就有一位比约纳更大的。 基督的福音,基督我们赞美你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,今天我们一起分享这一段福音。 耶稣责备,这是一个邪恶的世代。 两千年前,耶稣责备那个世界。 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福音,让我们也反省。 耶稣看到今天的我们,会不会责备我们呢? 当时他责备的是那时的犹太人,还不如外教人。 你看外教人一听道理就悔改。 外教人知道在以色列有智慧,他们来这里寻求智慧。 可是当地的人,本族的人,却无动于衷。 所以耶稣下结论说,将来那些外教人要审判你们, 因为你们死不悔改。 你们按照自己的想法,就不听,更不做。 看到耶稣责备那些天主的选民。 我就想今天天主是不是对我们教会天主的孩子有所责备呢? 有时外教人议论起我们来。 当然不是所有的地方,在一些地方他们会说, 哎,这个地方的教友还不如教外的。 你可以一个一个的数数,他们做事太差劲了。 我们听道理,实际上每一个地方的人, 无论你是老人,还是年轻人,还是男的女的, 我们可以反省。 耶稣是不是责备我们? 我们每天是不是渴望听天主的话, 按照天主的话生活? 每天天主的话像尺子一样, 在矫正我们的生活。 如果不对,我愿意做得更好。 上个主日, 讲到智慧。 萨罗曼,我们读的智慧篇, 他说,我祈求了, 智慧就降到我身上。 我不断地呼吁, 智慧就来了。 撒罗曼当时是一位年轻的国王, 他还没有搬到耶路撒冷去住, 那时候好像在阿贝隆, 离耶路撒冷不太远, 准备以后登基, 现在刚刚被用力为王。 他也发愁, 该怎么办? 所以发愁, 就睡不好觉, 然后就做梦。 在梦里, 天主说, 你要什么, 我都给你, 你求吧。 萨罗曼马上说, 我不要别的, 我就要智慧, 你给我吧。 你给我这么多人, 我这么年轻, 又没经验, 我怎么能管得了? 让我好好地为大家服务, 做好, 我该做的。 天主一听很感动, 说, 你没有为自己求财富, 求长寿, 你就求智慧, 怎么服务别人, 那好, 我给你。 在你以前, 没有你这么聪明的人, 在你以后, 也不会有人比得上你。 他求了, 智慧就来了。 以后, 他是出了名的志望。 耶稣说, 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, 我们今天在求什么, 都求发财, 求健康, 你看到处都有养生馆, 每个人都开始注意, 我这个年龄, 该注意健康了, 该注意搞好自己的身体, 注意调节饮食, 注意锻炼, 不然的话, 就是前几年, 年轻的时候, 忙着挣钱, 每个人都在忙。 耶稣说, 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, 败坏的时代, 为什么? 人民不要天主了。 不是说你忙, 不是一件坏事, 不是坏事。 我们忙的, 不知道轻重, 不知道主次, 并不是说教宗, 每天不忙, 吃了饭就念经, 神父不忙, 一整天在教堂里待着, 不是。 前天教宗昨天刚封了七位圣人, 事实上这些圣人们给我们一样, 该做饭做饭, 该工作工作, 从早忙到晚, 甚至比我们都会抓时间, 抓得更紧。 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成生呢?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天主, 为爱天主做每一件事, 我做的事天主喜欢吗? 如果喜欢, 那好, 我就去做, 全心全力地去做, 因为这是天主要我做的。 做成功了, 感谢天主, 做不好了, 求天主原谅, 今天没做好, 明天我重新开始, 我过一天, 我要活出天主愿意我的活的样子, 而不是随着自己活。 他们一方面给我们相同的是很忙, 可是另一方面, 他们时时想着天主, 无论忙什么, 都愿意做天主要他们做的。 我们呢, 忙跟他们一样, 但是忙着忙着, 没有时间祈祷, 没有时间想到天主, 没有时间给天主给别人, 就是为了我, 为了我的家, 我在忙, 我挣钱, 为了改善我的生活, 改善我家庭的生活, 有时也是为了选耀一下, 自己的日子过得比别人好, 不然别人瞧不起我, 这是一个败坏的时代, 意思是, 我们为了别的, 不再要天主, 天主像爸爸一样, 创造了我们, 照顾着我们, 我们每天忘了他, 都在为别的忙, 要不耶稣感叹, 所以在这里呢, 耶稣的谴责, 值得我们反省, 耶稣也谴责我们, 你每天在忙吗? 你在为什么忙? 你是不是常常想着天主, 愿意做天主喜欢的事, 为天主而活着, 照顾好你的家, 为别人活着, 你的目光不只是看自己, 看自己的家庭, 随时准备好, 拿出时间来, 钱来, 精力来, 为别人服务, 在你的生活计划里面, 有多少时间给天主给别人, 这个世代, 大家向前看, 让这些有信仰的慢慢变得, 成了没信仰的, 跟没信仰的一样, 不一样的, 我们会画身号, 会念经, 有时进教堂, 平常为人出事, 斤斤计较, 很自私, 很骄傲, 很嫉妒, 很愤怒, 仇恨在我们心里, 没有那种宽宏大量, 温和良善, 这个邪恶的时代, 耶稣就骂这些人们, 大家都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在走, 别人喜欢什么, 我们基督徒也喜欢什么, 忘了我们是天主的孩子, 每天给天主时间, 按天主的话, 生活, 要不将来, 我们会被受审判, 我想这是今天, 这段福音, 给我们的反省, 最后我愿意总结说, 让我们祈求智慧, 南方的女王, 来撒罗曼这里求智慧, 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, 你们却不求, 我比撒罗曼不更有智慧吗, 你们要求奇迹, 除了约纳先知的奇迹, 给你们什么奇迹, 约纳先知的奇迹, 就是耶稣四季, 他死了, 复活了, 我们今天要求奇迹, 要求什么奇迹, 我得了癌症, 上了台弥撒, 做了个九日敬礼, 好了, 哇, 这是奇迹, 没有好, 我们就觉得, 哎呀, 天主不显奇迹, 有没有天主, 谁知道, 上了台弥撒, 希望工厂顺利, 结果照常没改变, 就觉得没有奇迹, 这是我们要的奇迹, 耶稣责备我们, 你们要奇迹, 除了我, 没有别的奇迹, 我们每次参与弥撒, 弟兄姐妹们, 这就是一个奇迹, 面饼变成耶稣自己, 借着神父, 耶稣在给我们说话, 他知道你的内心, 这不是奇迹吗, 上个主日, 我讲了几句话, 马上就有人说, 神父, 谢谢你讲的话, 这正是我需要的, 天主借着你给我说话了, 这就是奇迹,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, 二次本堂神父, 圣伟言来说, 你们如果听说, 旁边村里一个人死了, 第二天活了, 哇, 很多人都去看, 哇, 了不起, 这是个奇迹, 每天在祭台上面饼, 变成耶稣自己, 还有比这更大的奇迹吗, 怎么你们就不来, 让我们对天主常常充满敬畏, 他在这里, 有时我们不认为这是奇迹, 也没有信心了, 什么再大的事发生, 我们不感兴趣, 让我们祈求天主给我们一颗敏感的心, 敬畏的心, 在他面前吵拜他, 只有吵拜他, 不要看我们自己, 我们有罪, 我们软弱, 都是小事, 吵拜天主, 天主爱我们, 他是全能的, 当我们吵拜的时候, 慢慢我们变得就坚强, 因为我们信他, 会靠他, 我们会改变, 不是你变好了, 才会爱天主, 当你开始爱天主, 你会慢慢的变好, 是这样的一个词续, 我们祈求智慧吧, 在生活的同时, 还有比吃喝穿住行, 更重要的就是天主, 让我们吵拜, 让我们渴望, 这是真正的智慧, 阿们。 请不吝点赞,